烏克蘭阿夫迪夫卡方向 两辆俄军装甲车直直往前 不过很快遭到强力反击 开在最前面的俄军装甲 率先遭乌克兰使用布莱德雷战车 命中冒出浓烟 但后方的车辆不死心还往前开 下场当然不妙 当场成为火把炸出火花 画面还拍下里头的俄国士兵 鸟兽散逃命模样相当狼狈 欧乌战场战时没有巨大的变化 不过乌克兰官员警告 俄罗斯人打算在库斯克州 和布良斯克州边境集结部队 密谋另辟战场 因此整个东北部还是不能松懈 跟随士兵的步伐 乌克兰记者来到哈尔科夫 最靠近前线的利普奇小村 这里用肉眼就能看见 二军阵地的位置 双方一来一往 炮袭声没有少过 就连来到后方给士兵休息用的位置 也还是能听见 二军不断使用滑翔炸弹攻击的声音 现场乌军一度表情颜色 不过下一秒又用幽默化解 趁机对镜头招募新兵 至少美国终于点头 让乌军使用美制武器 包含海马斯多关火箭 和M777榴弹炮等 攻击哈尔科夫附近的 俄国境内设施 但当中人不包含射程更远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就怕俄罗斯会过度反应 真实情况是 乌克兰还是面临多线作战的挑战 必须坚守东部战略高地查苏夫亚 俄军还在这里加强攻势 声称在附近的卡利尼夫卡一带 推进当中 这场战争 不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都有无数伤兵 画面上证明 乌军就是去年夏天 在东部战场炸断双腿 乌克兰其实从没有公布过 有多少伤兵需要截肢 但出估至少有上万人之多 乌克兰因此得派出更多人员到德国受训 学习安装一支的技能 为了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末惊喜现身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会场上他不讳言对中国很失望 因为大陆顾虑俄罗斯的面子 拒绝参加月中在瑞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 并暗中施压其他国家不要参加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放弃 3号还飞更远 首次造访菲律宾 泽伦斯基特别感谢 菲律宾愿意参加和平峰会 乌克兰预计在今年在马尼拉 设立大使馆强化两股关系 电视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